布林肯的这番言论的谬误是非常的明显的 首先至于说在台海地区 在台湾海峡运送的货物的数量 以及世界上的很多的领域里面的芯片 都是台湾地区生产的 这一点只是经济问题跟政治问题 是两类性质的问题 恰恰他所举的这些例子 说明了台海地区是和平的 是稳定的 是大陆长期以来一直采取用和平统一的方式 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诉求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也充分说明台海两岸的中国人 对于台海和平是有信心的 也充分说明世界各国对于台海的和平 对于中国是经济的发动机 是中国是这个世界的工厂 这一块是充分肯定的 而且通过这个数据足以看得出来 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 对于台湾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稳定的一种信心 第二点就是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 本身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对立问题 它不是一个国家的分裂 而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种政治对立 是需要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通过协商等等其他的一系列的方式 来予以解决的 这本身就是中国的内政 那么这一个方面的法律性质 无论是联合国的法律文件 还是其他的国际法的文件 还是海峡两岸的两个地区的相关的文件 都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那就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即使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文件 以及台湾地区的两岸人民的相关的一个 所谓条例 本身也说明了中国是包括两个地区的 那就是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 这都是在法律上明确做出的规定 铁板钉钉的事情 这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说布林肯之所以用这种价格逻辑的方式 来进行各种的煽动 制造一些黑理论 本身就是为了在世界上制造各种的舆论 为世界各国不明真相的一些人 来制造一些恐慌 来让他们在对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上 加以这个所谓的关切 施加一定的压力 那么他的一种想法 其实就是想把台海的水搅混 通过各种方式制造舆论 来阻碍中国的统一 这样的一些做法 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而且对于台湾地区的历史经纬 对于海峡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律事实 世界各国的相关的专业人士 是非常清楚的 世界各国的民众 其实也可以通过各种的方式 了解台海地区问题的真相 应该说布林肯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 但是从效果上来看 各国民众不会上这个当